打个游戏也不爱宁 原本只想岁月静豪 如今神仙打架的场面 连娱乐圈大咖都纷纷下场 这谁hold得住 之前刘宇宁和逆水寒手游合作 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单曲 龙莹 又一次成为了网络讨论热点 一千多万的播放 视频满屏弹幕看不到人 本来兄弟们觉得 这次刘宇宁已经够夸张了 但没想到下一秒就发现 居然还有高手 逆水寒手游比武大赛中 有个神秘玩家 靠着一手犀利操作 丽亚群雄成功夺冠 这夺了冠官方才发现 这人居然是明星彭玉畅 于是官博立刻发表祝贺 紧接着无数玩家蜂拥而上 将汴京皇城门口的彭玉畅雕像 围了一个水泻不偷 看着彭玉畅打打游戏就这么亮眼 刘宇宁也不甘落后 拉上自己的好搭档赵露丝 高调宣布进驻珠连玉墨 很多粉丝此前就对此呼声甚高 这次也算是随了大家的愿望 不仅如此细先的吃瓜群众发现 刘宇宁在珠连玉墨中饰演的燕子晶 与逆水寒手游中的新职业龙吟 堪称极度神色 看来背后大有文章 吃瓜群众纷纷高呼 刘宇宁这是玩游戏入魔的节奏 甚至要将游戏内容亲身演绎一把才算过瘾 这下不知有多少影迷粉丝要入坑的节奏啊